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 当她又想要溜走的时候 被母亲逮个正招 母亲把她打了一顿 小女孩嚎头大哭了起来 没想到 她的哭声被凑巧从门前经过的皇后给听到了 皇后吩咐把马车停下来 皇后走进屋里问母亲 女儿为什么会哭得那么大声呢 母亲不好意思告诉皇后 自己的女儿不愿意仿杀 是个懒惰的小孩 因此 母亲就回答说 我不让她仿杀了 她还在仿车上一直仿隔不停 我很穷 买不起那么多的哑麻 让她仿杀 王后听了以后便说 让你的女儿随我一起回宫里去吧 我有很多很多的哑麻 她喜欢怎么仿就怎么仿 母亲听了很高兴地点点头 于是 王后就把女孩带走了 就这样 女孩跟着王后回了皇宫 一到皇宫 皇后就领着女孩到楼上的三间库房里 那里从地板到天花板满满地都堆着哑麻 看见了吗 你就开始仿这些麻吧 王后说道 等你仿完这些麻的时候 我就把你嫁给我的大儿子 王后走了以后 小女孩的心里害怕极了 因为她最讨厌的就是仿杀了 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家里还可以逃 但是在皇宫里她要逃去哪呢 她非常的担忧 慢慢地走到窗前 这时 刚好有三个女人向这边走了过来 第一个女人 有着又大又宽的大脚板 第二个女人 长得有一个可以拉到下巴的下嘴唇 第三个女人 她手上的大拇指好像比她的手还要大 这三个有一点点特别的女人走到了窗下 停住了脚步 扬起头来问女孩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的烦恼 小女孩跟她们诉说了自己现在的情况 三个女人对小女孩说 假如你不嫌弃跟我们在一起没有面子 就说我们是你的表姐们 请我们参加你的婚礼 并且让我们与你同桌喝喜酒 我们愿意很快地帮你把这些麻放完 我当然愿意 女孩回答 快上来帮帮我仿这些沙吧 说完 三个女人就进到屋子里来 她把一间房间清理出来一个角落 安顿好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一坐下来 马上就开始仿沙了 第一个大脚板的女人 她负责管抽沙还有踏仿轮 第二个长有一个可以拉到下巴下嘴唇的女人 她负责舔尸沙线 而第三个大拇指非常巨大的女人 管碾线 还有用指头敲桌子 每敲一下 就有仿得很精细的线圈掉到地上 她们三个人配合得好极了 才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麻 全部防好了 小女孩听到了皇后上楼的脚步声 小女孩便把那三个防沙女藏起来 而让皇后看看已经防好的沙 皇后看了以后 非常的满意 她点点头 对她赞赏不绝 第一间房间的麻已经防完了 接着开始是第二间 最后第三间的麻也被防完了 三个女人于是向女孩道别 她们说 你说的话 你可千万不要忘了 这可是关系到你自己的幸福哦 说完以后 三个女人就先离开了 小女孩带着皇后检查了三个空房间 还有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沙线 皇后看了非常的满意 她跟小女孩说 我决定就把你嫁给我的大儿子了 我们就来准备婚礼吧 皇后准备着婚礼的事情 王子知道以后也非常的高兴 因为觉得自己娶到这样勤劳 手巧的妻子 非常的幸福 女孩说 我有三个表姐 她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在我自己最幸福的时候 我想要邀请她们 与我分享这份喜悦 我想邀请她们三位 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并且让她们和我们 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 王后跟王子点头同意了 婚宴开始了 三个仿杀女打扮得怪模怪样的走进来 新娘马上走上去迎接她们 亲爱的三位表姐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 三个女人坐下来以后 王子小声的问 亲爱的 你的几个表姐怎么都是丑八怪啊 接着 王子好奇地走到那个 大脚板的女人身边问道 你的脚怎么长得这么大呢 你也累月踏访车踏的啊 大脚板的女人回答 新郎点点头 又走到第二个女人的身旁问道 你的嘴唇怎么会拉长到这么长呀 从早到晚舔麻线舔的呀 第二个女人回答说 这样啊 王子又走到第三个女人的身边问 你的大拇指怎么会这么宽呢 不停地碾麻线碾的呀 第三个女人回答 王子听完这三个女人的回答 不禁吓了一大跳 于是王子说 从今天起 我绝不准我的美丽新娘再碰纺杀一下 就这样 这个幸运的女孩 再也不用纺杀了 今天的故事说完了 三个纺杀女的故事 一开头就很特别 大部分的童话故事 都会说这个女生 又白又漂亮 又瘦又勤劳 可是她的命运不好 遇到了继母很坏 会欺负她什么的 可是这个开头呢 就说这个女孩很懒惰 是不是很不一样 可是她最后还是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你们觉得为什么呢 达琳姐姐觉得 虽然她很懒惰 不愿意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 她是个守信的人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还有缺点 我们要尽可能缩小自己的缺点 放大自己的优点 这样就更容易幸福快乐哦 这个小女孩放大自己的优点 守信用 真的邀请了三个表姐 来参加她的婚礼 所以从此以后 她就过着自己想要的 幸福快乐的日子啦 今天晚上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欢迎订阅一下 descendоров